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无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受伸的菩提心 来 下面讲现观转轮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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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有 他很多人可能没有得过 也应该举手看看啊 好 下面我们讲现观转轮 我的分别念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比如说翻译不论的时候 好长时间都是要想这个 要求一个法的时候又好长时间要想这个 有想讲一个法的时候好长时间也想这个 想来想去有礼 有彼 很多方面在想 下面我们讲现观转轮论的第五品 就是三指四加行 果为法身 总共有八品 其中我们前面已经完成了第四品 正等加行已经讲完了正等加行的果是定加行 然后顶加行实际上在正等加行当中修行 修行的话 前面以不修之加行和不信的加行方式来修持一百七十三项 然后到最后所修的境界到达顶点也就是说 即知和圣观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的层次 按列为顶加行也就是说我们下面修加行的 每一个加行的果位 每一个加行的顶点在这里讲述得比较清楚 这样的话我们这里讲述得比较清楚 这个顶加行分为加行之顶加行和见道之顶加行 修道之顶加行 无见道之顶加行分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加行道的顶加行 加行道是有四位 乱定 人 胜法位四位 那么四位由不同的相来表示 就是以相来表示乱定的顶加行 乱为的顶加行 然后以证来表示定位的顶加行 然后以闻来表示人位的顶加行 还有以资粮的福德来表示世间第一法的顶加行 分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用相来表示乱为的顶加行 那么这个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蒙业 欲诸法 观之如梦等 诗之顶加行 所有十二相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乱为的顶加行实际上它已经乱想 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境界 分有白天的顶加行的相和晚上梦中的顶加行的相 总共有十二种 每一个都有六种相 那么我们在这里应该知道不管是任何修行人 他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退转向一样 他外面有很多他修行的严想 这个时候自己也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这种功德 比如说顶加行道的顶加行的每一个相得到的时候 自己也知道有些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相 但实际上得到一些相似的相的时候 也可以成为如意与它相似的道 这方面应该我们这样来了解 这个颂词当中说是 这个颂词当中 实际上这里有十二个相 十二个相当中 颂词当中只出现了一个 也就是说 梦中也对一切法知道是梦境 梦中知道他正在做梦 这个是第一个相 然后其他的还有十一个相 包括在这个灯子里面 这个灯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所以说他在这里十二个相当中 第一个相已经在颂词当中明显地出来了 其他总共有 灯子里面所包括的十一种相 也就是说 全部到了定价形 因此总共起来有十二个定价相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是梦中有六个定价形的相 首先第一个 价形道成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相呢 其实在梦中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梦呢 梦中也知道 我现在正在做梦 比如说你在梦中遇到一个老虎 或者遇到一个恶狗来充斥你 这个时候 哦 现在我正在做梦 那么这个梦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实际上心和梦没有什么差别 真的跟这个 这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关于梦方面的道理吧 我在香港大学他们提出一个叫做《咒梦人生》 也用了一些时间的 当时在那个讲座里面用了一些时间的公案和故事 同时也用了一些佛教方面的道理 其实现在有些人只不过是可能对道理并不是很明白 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 以前也有一个叫做 也有很多相似的时间电影 时间的一些 比如说以前有《盗梦空间》 还有一些很多 这些里面有些内容实际上他在一层一层地进入梦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分析 甚至有些人看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好几天当中都不知道 到底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当中 好像在梦中也出现现实当中 现实当中也可以直接进入梦一样 这样的状态自己也分不清楚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 不是在做梦 但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和执著 习气比较重 因此现在好像对梦没有特别 对现实有很大的执著 在因明当中也是 讲未识的时候也会这样讲的 他的习气稳固和不稳固的原因 有造业和不造业的差别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第一个 知道是在梦中也了知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主要是断除 违缘方面的一个相 也就是说 在做梦的时候 因为这些都是讲梦当中 在梦当中对声闻 缘觉 他们的这些功德和境界 没有什么欢喜 意思就是说声闻缘觉 这是代表一种自私自利的解脱 同样的 在梦中的时候 对自己的很多好的 当然是解脱等等 不好的世间的利益 其实我们做梦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可能没有利他的 很多都是自私自我的梦 这些都没有 可以说在梦中 大多数都是为利他的 或者不会为自己哭 有些人 比如说白天吵架 或者身体不好 这个时候好像一直做噩梦 做噩梦的时候也是就想维护自己 自己特别痛苦 其实我们没有加行到的乱为 如果到了那样的时候 连声闻缘觉的欢喜心都没有 更何况是世间的一些 不清净的染污之法都没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从顺缘方面讲的 在做梦当中 中的来讲经常见到一些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诸佛菩萨 就是很多的佛陀在菩萨的群体当中 他们讲经说法 他们各种的清净相 有些人经常蒙上师 昨天都是蒙的上师 好像给我一个五种珍宝 今天找到一个念珠 是不是这个 有时候是这个 但这个可能是白天 有时候想想上师 或者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什么境界 但是经常做一些好梦 像我经常做一些噩梦的时候 不好意思给别人说 做一些好梦的时候 很想给别人说 但是无光尊者和智悲观尊者也说过 一般来讲 没有特殊必要的时候 自己梦中的一些稍微的境界 这些最好不要给 尤其是见和修 行为 不同意的这些人更不能说 如果见修行过 同意的这些人的话 偶尔说一些 并不是有很大的过失 总的来讲 经常蒙三世诸佛的一些蒙 这个是第三个相 也就是说乱相 定价性的相 然后第四个也在梦中经常发现 诸佛菩萨显现各种各样的神通 比如说佛陀 他就变成义变成多 多变成义 或者示现宫众 我们有些经常梦释迦牟尼佛 他身体一下子变成 像整个遍满世界一样 一会儿也变成了极其微小 像微尘一样 这样的现象 这是第四个相 那么第五个相在梦中经常梦到 佛陀用他的三家方便的语言来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就是说 为众生宣说佛法 在梦中看到佛陀和菩萨给自己 或者有缘的众生说法 或者有些上师 善知识 他们也是经常讲经说法 灌顶 加持 这些也是相 那么第六个我们加行道乱为他自己 国为的一个特点方面的相 也就是说在梦中见到也好 或者是白天见到也好 地狱 饿鬼 旁生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这个因缘自己开始 就是梦中也是修清净的刹土 比如说极乐世界 或者说是红色藤山的刹土等等 看到这些地狱众生是那么可怜 看到这些饿鬼和看到这些旁生 这么可怜啊 那我自己以后一定要 显示自己清净的刹土 我要修行清净的佛陀 然后开始水炼佛刹 就是这样的 在梦中我们经常也有一些高僧大德 在梦境当中修行清净刹土 并且以梦和白天言相 无别的方式前往其他的清净刹土来 诸佛菩萨面前听受教言 也有这样现象 这是什么呢 讲到在梦中的时候 讲有这些相 这些相 第二个白天的时候也有一些相 首先第一个因为成就修道之后 也成就一些它的道理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通过修这样的法 最后自己成就地势欲 成就地势欲的时候 所有的无情法 地震 火灾 风 地水火风的这些灾难 通过它的地势欲 比如说火灾 马上消灼 风 马上平静等等 这样的语言 无情法的这些外面的自然灾害 自然平息 以前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也是有 出现一些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通过地势欲来当下停止 这是一个相 第七个相 第八个相 那么因为它成就了这样的加行道定位的相 暖位定加行的相 这样的原因 它可以熄灭 一切有情方面的危害 也就是说 非人 狐狸 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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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加持以后 通过一看尸 马上这些人和非人的灾难 灾害 全部都可以 其实有些大德的确这样的加持 通过咒语的加持 或者说 比如说 愤怒文殊大卫德 他有这样的咒语当下文殊根本续以后 还有大卫德蒙尼虚当中也讲了 像这些愤怒金刚的有些咒语念诵之后 三界当中的这些非人 鬼神都会恐惧 都会远离 很多修行人 为什么是 修行过程当中 虽然出现一点点的违缘 但是有些法力可以能保护自己 成就事业 这也是跟我们的修行 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否则末法时代的时候 违缘应该是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 人的违缘也多 非人的违缘也多 但我经常也说 如果其他的你们不会修 经常念莲花生大士的信咒 咒语的威力也是非常大 虽然我们没有得到 乱为的境界 但是作为凡夫人 也是用真诚的信心 用信心来念诵这些咒语 也会有非常大的利益 这是一个特征 下面讲也是道圆满方面的特征 因为他第一个说 远离了这些恶语 希望你们普仁波切现观状怜的主持 旁边的一些其他梵语 应该多对一下其他的讲义 我们以前任何一个上师 讲一本法的时候 至少也是其他相关的讲义 好几本书在准备 讲完以后全部都是看完学完 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 《相关状怜论》这次 我们颂词也是第一次讲 第一次讲的时候 有些人看得非常认真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看了几遍 现在基本上只是在字面上看看而已 基本上有些人 连字面上也不看 只是在课堂上勉强听着 心里忽视乱想 表面上还是看着 有些确实也看不懂 也没办法 只有一只只待着 一只只看世间 看什么时候接受啊 从观监狱里面一样的 然后观监狱里面的人 如果给他判五年的话 什么时候到五年 一直说 那么我们听课的人 有些实在听不懂的话 讲一个小时的话 什么时候 现在过了五分钟 再过了三分钟 阿弥陀佛 快一点 快一点 一直这样等着 也没办法 《相关状怜论》就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吧 我也不是特别广 我也没有用藏地各大家派的一些辩论 完全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字面上的解释 我想现在你们也只有这样吧 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讲的话 《相关状怜论》是最有辩论的 最有不同观点的 八十七十亿的 现在算不清楚的人面前 辩论现在可能还没有 爬都爬不起来 还要跑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的九个特点是什么呢 九个特点就是远离一些恶友 移植真正的善知识 你看到加行乱为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移植善知识 我们个别人好像听了两三谈课以后 就不用听课了 再不用移植了 好像自己能独立 但其实真正的佛法上 自己能独立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长期的意识 生生世世地 依止三知识的教言而从事自己 修行 这个很重要的 加行道的时候 他也是需要善知识的摄持 然后第十个特点就是说 时时刻刻 也就是说 因为为了满足众生的真实意愿 一定要不能离开 波罗波罗蜜多法 所以时时刻刻都要修学 波罗法 到那里去也是经常带着法本 经常想着波罗蜜多的法 这样以后 这里面空性的这些意义和大悲心的意义 在自相续当中会生起来 偶尔你听一堂课的话 这是一个暂时性的 我们的修行不是一次性的 现在很多汉地的有些 比如说修行的话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马上祈祷 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 平时也不祈祷三宝 不祈祷什么 遇到一些灾难 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怎么办 阿弥陀佛怎么办 那个时候他心中 开始出现一个佛一样 平时也不关心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其实世间当中 大的方面可能人天灾难 这些都是地震 火灾 这些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在医院里面 经常有一些遇到灾难 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去帮助 所以我们的有些理念和教育 也有一些特点吧 所以我们修行也不要这样 临时报佛教可能不是很好的 长期应该时时刻刻 我们对般若空性 并不是一天看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经常把自己的思想 跟般若智慧融合一起的时候 才会有意义的 第十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知道 从色法到一切万法之间的一切本体都没有任何的 这个石油的存在 没有存在 那这样我们去执著它 也没有用的 薄弱当中不管是修什么法 不要有很大的执著 好多方面也不要太执著 比如说你得到名声也好 财富也好 或者说你今天特别开心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执著 不然太执著也没有意义的 然后你遇到特别特别痛苦的这些 人生当中都会有的 你自身的身体上也好 心理上也好 或者你的家庭 工作 修行等好像觉得 现在没有必要 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意义 这样也不要去痛苦 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痛苦 因此苦没办法转为道用 最后自己选择自杀 现在听说网上也是专门有一个叫做自杀论坛 自杀的时候方法是什么样 怎么样留义烟 义咒这些 现在人什么都会弄啊 听说日本东京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佛士林 一个特别大的森林海洋 虽然那里经常有一些警察当着 不能年轻人到那里 很多年轻人因为给别人打电话 先打电话不开心 然后不开心以后开始上网查 哪里去自杀 最后背着旅行宝 各个都到森林当中去 然后开始写对不起等等 有些甚至连死体都是根本找不到 在那里特别多的人离开人间 有时候我们这个世间 可能很多人觉得自杀有一种快乐 也有一些不好的宣传 就这样的 所以说这些人 一方面是特别执著的原因 另一方面 非常愚痴的原因 因此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些人经常看到电影 电视里面 到最后不行的时候 自己选择这样的屏幕 这样看着一些画面 这样之后自己真正在生活当中 出现一些不损的时候 也会用来当作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 好像原来是一种梦幻泡影的事情 最后真正显示到你的生活当中 因此我总觉得现在的一些人 一些执著的因缘 也是各种各样的 而且执著得非常可笑 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般若法门的时候 可能会感觉到 哦 原来我这样的 我遇到的很多佛教徒和一些出家人 都经常自己觉得 啊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太愚痴了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些执著的事情 我觉得是太可笑了 现在我特别希望早一点遇到佛法就好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万法的不要执著 光是你口头上不要执著 你会执著的 但是你要明白一些道理的时候 原来我执著的都是一种虚妄的 这个时候你会考虑 考虑之后 你的痛苦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虽然凡夫人 你根本的习气没有断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但是你不会 因为你从道理上已经明白的时候 你不会完全受到一些 邪念教育的这种人一样 所以我们相关 学着学着一方面 他主要讲一些 深一地的空性方面 但另一方面 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自己的修正 下面讲的第十二个特点 因为在究竟的意义上面 无婆无理 所以通过这样的修行之后 接近正觉菩提 这以上讲了十二种相 也就是说得到被乱为的时候的定价性 出现这种相 这方面我看大家也看看 自己有没有这些相 很多人可能梦中不知道 最近听到很多道友说 多加持一下 我晚上睡的时间太长了 但这个都不要紧的 因为一般春天很多人都比较困 你们也不要伤心 没有得到这种境界 一般春天的时候很多人 我们藏地都有很多的比喻 有说法 下面讲第二个 以增来表示顶顶加行 下面讲 净占不由情供佛善根等 众多善为欲 所十六增相 下面讲从增长的 明增的定位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在加行道的时候 有不同的增相 名相 还有德相 我们讲其他法的时候也讲过吧 那么在这里 他通过增的这种相 说明定位的加行道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 增长功德方面有外增长和内增长 还有外增长的话 也有一些本体和功德方面的分类 那首先讲的是 其实这里供佛等等 供佛等等 总共有十六种增相 那么其中这里 按照我们颂词里面的意思来讲 经所有南增部族的友情 他们对十方的佛陀面前 供养花等等各种各样的供品 各种各样的供品 当然是功德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功德跟修加行道 定位的禅定的 这样的人的供德大 实际上是修加行道的 达到一定这种境界的人的功德 远远超过南增部族的所有众生 拿着显花等各种各样的供品来 供养诸佛的功德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真相里面要大家发现 表面上供佛 顶礼 尤其是外面具有一些像的供养 当然功德是很大的 这个我们也不能忽略 有些人说的一样 一切都是空性的 一切都是理论为主的 世俗的这些善根都不重要 这样不能这么说 否则以前汉地的一些禅定 顿悟的教法 最后在藏地稍微有一些 马哈亚那等有些禅师弘扬过 这样之后 当时藏地人也比较容易信赖 对上一世的功德 这些都没有了 后来也是包括莲花界为主的一些大德 也重新整顿了 世俗地和善意地都要重视 因此我们现在禅宗 也是有时候看 善意地很重视见性方面的一些境界 但是世俗的善根方面 有些地方稍微有点略适 这个一定要纠正过来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呢 说供华灯这些善根来比喻 或者灯子里面对 然后说了十六种增长 那十六种增长的话 刚才颂词里面讲了第一个 下面其他的在颂词以外 颂词里面不明显地讲了 那这个有两种解释方法吧 有一种解释方法 从第一开始也是 应该跟麦彭仁波及讲 稍微有点解释方法不同吧 十六种增长应该是 第一是 第一是应该 现在这里面的第二开始 有两种解释方法 但这样的话也可以吧 首先第一个 刚才已经讲了 第二个 定位的菩萨 他自己安住在 波罗蜜多的境界 并且让自己的境界 传给有缘的众生 这是十六种相当中的 第二个增长相 第三个增长相 自己如理如实地作业 修行 波罗波罗蜜多的意义 也就是不断地修持 它薄罗的意义 刚才前面自己安住在这里 跟别人讲 这是一个相 然后第三个相 它如理作业 可能我们有些修行的话 可能不能如理作业 这里如理地能作业 波罗波罗蜜多的瑜伽相 第四个 通过这样般若的修行 自己已经获得了无生法人 在嘉行道的时候 获得了无生法人 并且通过非常精进来修持什么呢 修持三轮体空所学对境方面的 波罗波罗蜜多的意义 能住的智慧已经获得了无生法人 所修的对境也非常精进地 修持三轮体空的波罗波罗蜜多法门 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相 第五个相说 让南赞不足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获得十山 十禅顶 十五色等等 这些三列当然功德很大的 但是你安住在嘉行道菩萨的境界的话 实际上比他还要更多的 他的功德更加增长 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相 第六个相说 经常修持这样般若法门的人 也就是说 安住定位的嘉行道的菩萨 他会受到百法方面的很多护法生经常保护他 并且经常劝他行持波罗波罗蜜多法 因此我们发愿 现在也是发愿 将来我个人而言也是 不管是讲《经庄安论》也好 大圆满信心修习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法门 心里有一些想讲这些法 但是人的宿命也是非常无常的 内内外外很多的因缘也是非常复杂 能完成一步法的话 我以前也是你们可能很多的道友 都有自己可能这方面有一些感觉吧 我当时讲《入菩萨行论》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很难说 但是护法身和诸佛菩萨要加持 后来我们讲比如说《大圆满前行》 《现广庄安论》这些法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顾虑 讲完的时候直接有个成功感 但不管怎么样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法王如意宝也讲过 善法方面一定要有计划 世间法方面作为一个修行人 没有计划也是可以的 如果对众生没有意义的 自己比如说我将来修一个很好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门口有个花园 这个花园上面要什么什么什么 还中间需要养一个小白头等等 这些方面世间法方面尽量不要有计划 现在很多人整天都是讲自己的一些 世间的未来的一些故事 这些没有意义 但是佛法方面确实需要 我们包括学会也好 我们学院也好 我们现在管理的人在也好 不在也好 我们希望洪法里生的事业经常要长久下去 所以我今天也是依靠不同的缘起吧 昨天他们很多包括我们洪法教舞处有个别的一些法师 他们的一些心态也好 他们的一些对我的感觉 都好像对无光尊在的法很有信心的 但我昨天没有告诉他们 如果我讲的话希望你们发心也应该要跟得上 不然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求我讲到中间的时候 你们跑落的话可能我死了也不知道 所以以后再看吧 总的来讲我在这里想起来了 我特别希望护法神 我们每天也是一直这么多年也来求 每天都是念护法神 我想护法的对我个人也好 对我们整个金刚相母城 相母主所有的 包括学会的一些道员们护法神的保护 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 我觉得特别有加持和力量 所以这个是被一般人的力量和比较起来 根本没办法相比的 因此在这里也特别地祈求 白发天生护法神也是要加持 我们的修行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听闻传承也好 全部善事善众 如果特殊的一些前世的业力 这些是护法神也没办法改变的 人也没办法改变的 包括佛陀也没办法改变的 如果前世的一些特别大的力量出现的时候 谁也没办法的 否则可能世间都不会有改变的 但是一般的 暂时的 偶然的 一些情况也需要众多的元气 从我自身来讲 这么多年以来跟大家共同建立这样的发愿 我想里面有很多一些比较奇妙的因缘 有些是我们前世的 大家共同所创造的 有些是应该暂时依靠任何非人 包括护法神 上师 传承加持等等 很多因缘 否则如今末法时代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这么很顺利的修学佛法和讲经说法 我经常在想 这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哪怕十个人一起共修和十个人一起修学 两三年的话 这个都不容易 更何况说这么多的人 这么大的法 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 这也是特别感恩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和护法神经常的护益 下面第七个说是 因为这样的人 他修了这些定加行的原因 能胜负一切黑法方面的魔众 一般注意加行道的这些菩萨 他很多如愿异常 一般的魔众就没办法摧毁他 没办法对他危害 如果自己什么境界都没有的话 可能包括讲经说法也好 修行也好 经常出现一些外缘 自己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吹服魔众在名言当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用大悲心也好 用愤怒相也好 一定要摧毁一些违品的魔缘 否则的话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着势 魔王这些伯勋和他的眷属 非常猖狂 而且他们的能力比什么都强 非常猖狂的这样的时代 这个时候也需要 胜负一些魔众 然后第八个对一切菩萨 还有佛陀 众生 生起像佛陀一般的 欢喜心和恭敬心 也是一个想 这是我们讲到第八个 下面六个 讲到内增长相当中 首先第一个是 因为在修行过程当中远离了一些违品 然后自己的修学非常清净 这是一个想 然后第十个想 对如来的忠心 具有殊胜的定解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没有得到这次境界之前 可能自己具有如来藏 这些都是并不缺心 但到了那个时候 对佛心 对如来藏完全是确信无疑的 然后第十一个 为了获得菩提的果位 会真正地发无上圆满的菩提心 我们现在发的心 虽然经常用一些中相的行事来发 自己内心当中也偶尔生起 度化众生的忆念 但是没有像加行道的这个时候一样 加行道的那个时候 真正地为了利益众生 想发无上的菩提心 这是不退转的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 第十二个想 实际上对薄弱的一些违品 包括一些零食 破戒 这些都是不会产生的 这就是所谓的烦恼障 在加行道的时候 粗大的烦恼不会产生的 第十三个想 分别地对色法的执著 善论执著等等 这些所知障不会产生的 所知障当然是粗大的 细微的话到实体末位才断除的 第十四个想 他对波罗弥多的任何一个法 都可以包括在一个 波罗弥多当中可以修行 获得了这样的殊胜境界 第十五个想 暂时他就获得了三乘法 声闻缘觉菩萨场的 三乘的这些证悟 他证悟了三乘教的时候 他可以摄受三乘的众生 然后第十六个 因为他精通了三乘法 已经接近了佛菩提的圆满 当然是加行道 现在成佛国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比我们凡夫人 已经靠近好多了 所以他也可以接近佛菩提的果位 那么这以上是讲了 通过名证等这些功德来表示十六种增长 这也是《波罗弥多佛经》当中所讲到的 下面讲到 以蚊来表示人为的定价心 由三知诸法圆满罪无上 不舍利有情 名为说明为见蚊 那么这个讲到用稳 稳固来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的智慧和方便 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他获得了人为的境界 他分有自立的稳固境界 也就是说智慧方面的稳固境界和 利他的大悲心方面的稳固境界 有两种 也就是说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一个是用大悲心来圆众生的发心 还有用智慧来圆佛果的发心 有两种 所以他这里也是同样的 意思是什么呢 有三知诸法圆满罪无上 这个讲第一个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三知对祭道果的智慧 或者说对声闻缘觉和对菩萨 对佛陀的机制 对菩萨的道指 对佛陀的辨制 对三种智慧圆满 最高实际上是最稳固的智慧 这个智慧 菩萨的智慧 声闻缘觉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其实是最稳固的 最长久的 我们自己现在是没有 我们现在的智慧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可能非常简单的 一个世间的转业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 但是诸佛菩萨的智慧是什么样呢 超越我们的一个非常稳固的 不会退转的智慧 这是智慧方面的 利他方面不偏于自己的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大悲心 愿一切有情不舍弃的 这种悲心 这是方便稳固 智慧 其实我也经常讲 智和悲 智悲 我也特别希望 比如说上智慧佛王的人 都获得了智慧双云的境界 世间当中的智悲也好 初世间的智和悲都要具足 我总觉得 人如果不具足智慧 连世间的智慧 小智慧也没有的话 可能很难以生存 我们读学校 很多都是什么 就是要提升世间的智慧 我们不具足悲心的话 那可能人与人之间 家人与家人之间 同事与同事之间 没有悲心 没有同情心的话 人就没办法生存 其实现在很多人真的 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同情感 很糟糕的 好像互相没有什么悲悯自信 有些听说 年轻人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淡 这也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但我们大乘佛教的教义 智慧还有悲心 悲心不随其任何的友情 用智慧能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两个 也就是说 这样的智慧和悲心 是我们佛经当中讲的 这就是真正人为的稳固相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稳固相吧 今天我有一点智慧 明天就忘了 今天我有点悲心 明天好像遇到有些人 开始说我的坏话 这样的时候我又开始生气了 生气以后 当下又开始说别人了 完了以后又后悔 又哭 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不稳固 因为不稳固 一会儿自己觉得智慧很不错 一会儿就特别糊涂 有些人经常我原来讲过吧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良善主的同学 他就一会儿忘了 我吃空 然后他用拳头开始打 打 打自己的头 我又忘了 又忘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智慧不稳固的时候 一会儿记得很好的 我看很多道友早上背书的时候 今天背得很好的明天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自己特别失望 特别辛辛苦苦地背了一个颂词 到时候真的用得好像从来没有念过一样 自己也有时候很伤心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 不稳固 不忘陀罗尼的这种境界 要得到不忘陀罗尼的话 圣者 前辈的一些圣者都一遍过目不忘 我们很羡慕这样的 不过还是很好的 很多道友背书方面 难中稍微差一点 好像你看看刚说一所背书的情况的时候 这边很有感受那边好像 有吧 背书今天应该可以吧 是吧 那为什么你们刚才没有感觉 背书还是很重要对吧 我呀 智慧和悲心文果真的经常要祈祷 我们经常祈祷佛菩萨尤其是祈祷文殊菩萨 我最近也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都想 博弗仁波切说了 现在我们豪豪无边的世界当中 文殊菩萨是以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利益众生 就像我们 像水器一样的 文殊菩萨是水月一样的 我们只要有信心的水的因缘的话 那么文殊智慧的原因可以直接落入我们的水器当中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水器 没有信心 没有欢喜心 确实也是得不到它的加持 我们以前开法会的时候 法国法王如意宝做的一个很简单的文殊菩萨仪轨 这个都是以前翻译过的 这个大家也经常念诵 其实真实明镜像文殊菩萨的这些赞叹 我是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以前也说过 通过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的加持 自己修行之后很多经论上的意义不容易忘 再加上自己可能经常祈祷 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祈祷 念文殊赞 这些就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 讲智慧文殊 智慧文殊还是有祈祷文殊菩萨 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不能说不能忘不能忘 光这样说不行的还是有种方法 然后悲心文殊的话我们要祈祷观音菩萨 或者传承上师们的一些 以前门坟仁波切的一个弟子他在青海那边修行 他修了九年 传记里面有加瓦多昂 他是个格鲁派的他说他修了九年 他修菩提心的时候经常想到众生的痛苦的时候 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他哭的这些眼泪 可能有他一波一波的比丘的波语 他应该如果集在一起的话 他修菩提心的时候对众生而哭泣的眼泪 肯定有一波一波的他修了九年 最后真诚生起了无畏的菩提心 所以现在我们菩提心的修行很脆弱 很惭愧 我们的智慧虽然有时候是一两部论典稍微背诵 但是这个过了以后不能长期的 我们按理来讲前辈的这些大德们一辈子都开始背诵 一辈子都开始修行 并没有你参加一个班 这两天我就认真地看一下背一下 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前辈的这些大德的传记 他们的一些精神 他们的一些努力 他们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自己感觉到特别惭愧 有时候在他们的随气当中也稍微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也比较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很复杂 尤其是很多天天都是看什么手机 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 自相续当中真正需要的悲心和真正需要的智慧 不重视 不会重视 甚至有点重视的话 因为外缘太复杂了 就是磨砺 太可怕了 这样的原因 好像自己特别脆弱的信心一直提不起来 即使提的话 他不能长久 这就是不稳固 我们现在 麦彭仁波切的教言当中也讲 我们人一定要稳固 稳重 《二规教言论》里面怎么讲的 稳重当中都有 我们从世间的人格稳重 有些人发心 几十年 二十年 十年 二十年 一直是常年如一日的 这样的人 说明自己有一些稳固的境界 那这样的人格很稳重的话 他的智慧和悲心也肯定会有比较稳固的境界 否则现在很多人 秋风所飘动的落叶一样 自己就没办法定准了 今天想走就走 背一个背包 走啦 走啦 然后就决定了 啊 我现在跟一个人 走就走吧 就要回来吧 一直这个 对对对 好像飘来飘去中阴神一样的 原来玉林过失里面有一个叫做天然 然后他一会儿就碰到 一会儿被中阴的迷雾 一会儿就又没有了 一会儿就一叫气天然的时候 一会儿就又没有了 是天然吧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中阴神 现在很多人都是非常没有稳固心的 特别可怕的 因此大家还是在信心稳固 智慧稳固 悲心稳固 这样的话 这就是人为的一种修行项 就是人为的一种修行项 下面讲到什么呢 以资粮表示世间第一法 四周即消遣 众大前未雨 以无量福德 宣说三摩地 那么这个也就是嘉行道的最后一位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嘉行道的最后一位 也就是说世间第一法 世界上见到的直接因 佛经当中说 南赞部族等四大部族 还有天界 须弥山这些一千个世界 叫做小千个世界 这个小千世界算一个 算成一千的话叫中千世界 中千世界算一位 再算一个 再算一千的话 这个叫做大千世界 那么大千世界当中所有的 世间的这些土 土木 石头 这些都可以衡量的 成来衡量的话都可以衡量的 但是与此相比较起来 那么住在嘉行道 世间第一法的 他们修等持 修相关当中的 薄弱等持的这个功德 和这个福德 佛经当中说是无量无边的 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获得见到的时候 完全超凡如生了 已经获得了圣者的果位了 那他直接赢得前面的 世间第一法的 其实这个境界 应该是非常广大的 因此修这样的法 也就是说 如果真正能修持出世间的 波罗波罗弥陀佛 和大悲空心无二无别的境界 确实功德很大 世间当中所有大千世界的这些土石 都有可以用成来衡量的 但是一个菩萨 也就是说嘉行道的这个人 他安住的这种功德难以衡量 与此比较起来 因此我们对相关庄严论的 波罗空心方面的闻思 在这方面的修行 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 可能造佛像 修寺院 这些那样的 但实际上无心的功德 远远超过这些 下面讲到 见到的嘉行道 它分为一个偏激的部分 还有见到它自己的智慧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有略所和广所 然后略所分为所取法的分别 还有能取法的分别 两个方面 首先所取法的分别 有正式宣说和它编辑的理由 所取分别有十八种 能取分别也有十八种 这个是下面会讲的 这个在相关庄严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讲《入中论》的时候 刚开始讲六地的时候 宗喀巴大师《三界密语书》里面 讲是要认识说破 说破是什么呢 现前智慧的时候 智慧的违品所段必须要认识 所以宗大师在《三界密语书》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就讲过 这里也是《现观传论》当中 见到的违品 见到的违品是什么呢 它这里所取分别和能取分别 所取分别也分为 它一个叫做转取分别 转取指的是趋入的意思 还有一个叫退换 退换的话就是舍取 它舍掉的意思 其所取分别 这两个就是所取分别 当之各有九个 刚才转取分别或者趋入分别有九个 然后舍取分别也有九个 每一个都有九个 实际上下面会宣说的 什么是转取或者转入分别的话 比如说我们愿于大乘佛法 这是大乘的菩提迦了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接受的 一定要修持的 这样想的话 这也是一种所取的分别 要到最究竟的时候 也要舍掉 这个叫做转入所取分别 也有九个 下面会讲的 还有所舍弃的分别 这个是小乘法门 小乘法门没有菩提心 这个要舍掉的 我们在大乘当中不需要的 这样的分别 叫做舍弃的所取分别 就是舍弃的所取分别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 不管是大乘的转入和 应该取的分别也好 小乘的舍的分别也好 总共各个都有九个 为什么他们都是在这里边际 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断掉呢 这个理由在这里颂词当中讲 非如其尽心 为什么它是 舍弃当中必须要断掉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实际上是这些 你执着大乘也好 执着小乘也好 凡是这些执着的话 在《现观传论》当中都要破掉的 它不合理的 它是不如法的 不如实的 它跟我们万法的本性 并不是相合的 这样以后 它应该是边际的 它应该是加厉的 它是不相合的 怎么说啊 不不不不 我也说不出来 好吧 你们懂了吧 不说也可以啊 有些时候稍说一点 用标识法来讲更加 你看那个 懂了吧 懂了啊 你看 新来的居士们 辛苦了啊 法本也没有 一直入定 我们没有法本了 现在是吧 先过照了 可以了吧 今天刚才知道了吧 这个理由 非如欺净心 意思就是说 因为刚才前面的九种所取分别 转入的九种所取分别和舍弃的九种分别 实际上是不符合一切万法的本体 事项 因为事也是我们执着一个大乘的话 暂时来讲这是一个好的 但实际上你这样的执着 在显广庄论的显广境界当中是肯定不合理的 你要受舍弃的想法当然更是不合理的 所以因为这些边际法都不合理 不真实 因此必须要取掉的理由是这样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的 我们就是想要取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